初夏 学长 明天晚上我们见个面吗 明天晚上 我要陪崔老板去参加一个宴会 还不知道几点能结束呢 没关系 那你忙忙了给我打电话 我等你 好 初夏 还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学长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我要为我这几天的萧氏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没关系 您是大老板忙一点很正常啊 如果你可以原谅的话 那就最好了 那明天见 好 明天见 先生您好 请问您帮谁选住宝康 余总 餐厅那边你订好了 另外配准备些玫瑰花 最好 把整个餐厅都布满 嗯 好 拜托你了 嗯 我现在就去办了 小姐 麻烦您推荐一款项链给我 我想把它送给 我未来的女朋友 都安排好了 我现在收拾一下 我现在就毕竟给他 也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去了那个钓鱼的地方好几次都没找到 人家是想特意自己待一段时间 想找到挺难的 找不着就算了 现在好的整形专家不多的是吗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瑶瑶的手术能够成功 谁呀 喂 你又干嘛呀 我要见你 你没事吧 这都几点了 我跟你说了我要睡了 总裁我往下看 我现在一定要见到你 如果你不下来 那我就上去 你别上来 你是大爷行吗 沈大爷求你放过小的吧 谁呀 没什么 打 打错了 神经不太正常 说什么大爷想要见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喜欢他吗 当然不 那我现在就把他赶走 没意见吧 梦想 小子 还没睡呢 死缠烂打 我们男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男人 你 我妈不想见你 你走吧 我只是突然很想看你妈妈一眼 看完就走 我想 托你的福 已经看到了 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了 打扰你们了 再见 我妈是不会给你好的 她不用跟我好 只要嫁给我就行了 我 而且 一定要带着这个小子嫁给我 陈爱你 我 你跟我讲 陈老板 哎呦喂 初夏你怎么刚来呀 等你半天了 不好意思 赶紧进去吧 不是 陈老板 我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 从这后门进去 前门人家要请柬 你有吗 就是啊 你呀 过程不重要 主要是你工作最重要 对吧 参加的是宴会 初夏 你怎么传这声医生来了 这 怎么了 对 宴会你懂吗 那宴会打得去了 这事衣着 可 这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件衣服 好好好 幸亏我给你预备好了 知道吗 赶紧走 咱们家初夏 这就是宴会的VIP什么 你还去VIP吗 等啥呢 对了 这就是我给你借那个 管理服 漂亮吧 漂亮 不是 初老板 你这白色的太人脏了 你不小心点不就行了吗 嗯 这是我给你找的两位化妆师 你好 你好 孟老板 我不用化妆了 不用这么麻烦 真不用啊 怎么可能啊 你这灰头土脸的 你这工作怎么办呀 你这打扮得漂亮了 你不工作也到手了 你就好好享受这一切 谁让我欠你一回的 对啊 那个 我那手机没电了 把手机叫我试试 好 就这么着啊 定点啊 谢谢老板 来 请坐 好 喂 喂 陈总 咱们两个很久没见了 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 现在 对啊 正好审视新口味的咖啡 要投放市场试水了 你来帮我出出主意 但我今天 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们改天再说嘛 好 好吧 那好吧 您好 李先生 我看东西说实的差不多了 我晚上来之前 会给你们打电话 好的 红酒要先请好 还有 乐队的音乐不要太闹的 要抒情的就好 对了 晚上的时候麻烦你 把餐厅的菜单收起来 我的这位朋友 看到价格 可能会影响失业 你放心 我们保证一切都会让你女朋友满意 我这就去安排 好 你简直太美了 我专程这样出去参加宴会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一定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来 谢谢 对了 崔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啊 崔老板说让我带您现在去找他 你们现在都用这种东西联系啊 没有人家 好像很灵性 很美 崔老板马上就到 您在这里稍等一下 就是这里呢 对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 初晓 初晓 漂亮 初晓 不好意思 我还真骗了你第二盒 这怎么能叫骗呢 小晨奖 这叫惊喜 谁能告诉我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这 就 我 我马上要结婚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去到这儿才知道我四条要结婚的 而且给他打电话又打不通 我也是 初夏时报给咱们一个惊喜 大家稍等片刻 什么情况啊 初夏怎么跑了 你别过来 照片 媒体 还有那么多客人 怪不得让我从后门进来 我还还换什么礼服 神爱 你竟然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你疯了吧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配合你 就凭三个字 叶教授 对不对 昨晚我妈还不愿意见这个叔叔呢 今天就跟他结婚了 这事肯定有蹊跷 上他 你干嘛去啊 哎呀 你不用去了 你妈肯定会回来 她要不回来 阿姨陪你一块去找她 我去跟孟小说的多远 孟初夏不像是这种人 哎 会不会你俩设的好啊 你反应真慢 孟初夏这么一看 就知道是被骗了的啊 不过社局的人 干嘛虞设这么大 肯定有信心 孟初夏乖乖就烦了 哎呀 我可以去 哎呀 我说你这人 怎么站在骗子那一波啊 谁愿意去孟初夏 我就跟谁站着 叶教授 你真的找到了吗 迄今为止你看到过 有什么事我办不到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有审案的话 你能不能找到叶教授 那个手术一定需要叶教授 如果我跑了 现场这么多亲戚朋友 我爸妈会不会尴尬 你这是危险 我只是想帮助我以后的妻子 完成愿望而已 何况 这只是一个结婚仪式 从法律上来说 孟初夏还是单身 德与诗之间 你自己衡量 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 即便你离开 我也会帮着伯父伯母应付剩下的局面 绝对不会让他们难堪的 走或者留 都有你决定 找到一个小ever 不可不可不可 等到两个小时 我会被遮盼 诸位贵宾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刚才新娘看到来了这么多客人 太过紧张 不知如何面对 所以才离场 现在我要宣布 结婚典礼继续进行 沈爱 我就当陪你演一出大戏 林总 餐厅那边事忙好了吗 是啊 没想到表白的工程这么复杂 我觉得比做网站还难 今天新闻部的人怎么这么好 发生什么大事 今天是审视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爱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你对面的孟初夏小姐 作为你的合法妻子 无论顺境或逆境 健康或疾病 富裕或贫穷 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爱她 对她忠诚直到永远吗 我愿意 好 请问孟初夏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你对面的孟初夏小姐 行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这个新娘还真不矜持 我只是想快点结束 好 那现在有请二位新人 互换结婚戒指 首先 有请新郎 为新娘佩戴戒指 送上一生不变的承诺 谁能想到孟初夏这辈子 竟然能戴上这么大的钻戒 哎呦 我上厕所 哎呦 怎么回事 这种理由就想骗过我 不准去 不是 我真的得问我妈怎么回事 结果 哎呀 还能怎么回事 这都交换戒指了 你呀 就好好地等着认新爸爸吧 哎呦 幸福啊 这 想你们带有戒指的手 向来宾展示吧 现在该结束了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新郎 你现在应该拥抱 并亲吻 你的新娘了 哎呀 这个 不用了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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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是嚷着说要撤资吗 我飞到美国 哪儿找他他的人 今天 有一场声势浩大的 世纪婚礼意外地举行 新郎正是沈氏集团的太子 新任总裁沈安 据悉 这场婚礼之前的保密工作 做得非常之好 许多媒体 都是今天凌晨才得到的消息 众多到场祝贺的各界名流 虽然提前知情 但都应新郎的要求 没有将信息外信 记者猜测 这种低调 可能跟一对新人 没有取得董事长 王美玲的认可有关 哈喽 哎呀 董事长 你在哪儿呢 怎么没看见你人呢 你 你在现场啊 是啊 董事长 这就是您的部队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提前说呢 今天早上是安排人来接 等我到了现场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 恭喜恭喜啊 审视集团的总裁沈安 并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 和商界的大亨联姻 而是选择了一位 普通的明星 好 孩子啊 只要你好 我们这当爹妈的 就放心了 不对 好吧 你就不要管那些吧 小沈云已经派人 把我跟你爹都安排好了 是的 就放心吧 啊 好 嗯 放心吧 嗯 好 说的见 哎哎 哎 好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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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初夏 你终于嫁出去了 你知道吗 你今天简直美的冒泡 菲菲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难道你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必须声明一下 我是因为我老板突然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说要来这儿见一个重要的客户才来的 我跟菲菲情况一样 我还在上班呢 我爸妈突然打电话 说店里面有一个顾客吃烧烤 吃坏了肚子 叫我赶紧来这儿看一下 一个从来没有跟我讲话的同学打电话给我 说他还在这里迷路了 让我来救他 哇塞 这个审爱的还真有两把刷子 把这个局布置得继细密 时间点掐的三秒不差 对不起了一切功亏一亏的客户 太一副了 菲菲 你就别再夸她了 我现在自己都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我不就是过来找个工作吗 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可你最后还是打赢了 不是那样的梦想 妈今天只是陪她演了一场戏 以后我们母子的生活 不会有任何变化 那既然这样 你干嘛配合她 就是啊 梦想 舒坦吃冰淇淋 不就是有什么话不想让我听见吗 我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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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说吧 沈安到底用什么方法 把你给想住了 叶教授 你就因为要给瑶瑶找一个更好的大夫 把自己也给豁出去了 我刚才想过了 一场婚礼代表什么呢 它只是代表 全世界的人 都会以为梦初夏结婚了 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并没有瑶瑶和梦想的事情来得重要 而且 我本来就是一个单身妈妈 就算以后想嫁人的话 离婚带着孩子 总比未婚带着孩子 让人更容易接受的 可是不登记 亏的是你啊 我相信 只要你自己去跟沈安提要去登记 沈安局这不会不同意啊 菲菲 好好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在别人眼里 你都是沈氏极端的大少奶奶 现在的身价和以往大力不同 孟初夏 你的春天来了 今天只是一场闹剧 以后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先失陪一下 又干嘛 你又干嘛 你又干嘛 生活不会有改变 孟初夏 你太天真了 沈总 你是沈氏极端的总裁 也是沈氏极端新一代的接班人 这么多年以来 外界对您会迎娶一位什么样的夫人 广为的推特与探讨 但是今天是我直言 您和孟初夏小姐这样一位平凡的女士结婚 确实让我们十分的惊讶 请问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大家说的吗 我除了是沈氏集团的接班人外 也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当然要跟自己的真爱结婚 跟什么家事背景没有半点关系 孟初夏小姐 从你们这段婚姻曝光到现在不足两个小时 网络上已经引发了一个讨论的热潮 关于这段婚姻众说纷纭 大家听说你不但家境一般 而且还带着一个小孩 和著名的沈公子结婚 你是否承担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呢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的存在 他也的确由于这个原因犹豫过 退去过 但是今天我们 还是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想这样的结果 应该能够解释你的问题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跟你演戏会让人上演 你不知道吗 沈总 孟小姐 你们两个能够冲破世俗的阻碍 毅然决然地走在了一起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真爱的力量 我想大家都会和我们一样 衷心地祝福您和您的夫人 白头到老 谢谢大家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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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大家都知道 李总是我的好朋友 新娘从婚礼开始 就由于太过紧张而身体不适 所以我才特意嘱咐李总带我婚礼去休息 我自己来招待各位贵客 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跟沈安结婚了 这么打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因为 因为我是第一次结婚嘛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特别紧张 而且要邀请的人也特别多 所以一时疏忽 就忘了通知泰迪学长吗 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有别的事情 你不是答应今天晚上要付我的约的吗 可是 我结婚 跟付泰迪学长的约 这并没有冲突啊 我们不是朋友吗 只是朋友吗 当初你不是因为怕耽误我的前程 才拒绝我的吗 学长 那件事情 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确实是在无意当中 听说学长有出过留学的机会 可是那跟最后的结果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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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被审了 是因为你真的爱他 如果有别的原因 你告诉我我 我 学长 我说过 爱情离我远得要命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 可是沈岸她 言心有为 可以让我跟梦想不用再为吃穿发肠 也可以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庭 所以我选择跟她结婚 有什么错吗 可这些并不是只有她可以给你 出下 学长 我已经结婚了 好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作为朋友 我好像也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 这个 是我为你挑选的 新婚礼物 好熟悉 快乐像褪褪色的 黑白曾经 你沉在无法追逐的尽头 我给你爱的自由 所以我毫无保留 也许你不再回头 你带上她 你才是最美丽的信仰 谢谢学长 我住下 祝你幸福 一定要好好保管她 这个是我愿意要命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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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让我看到 对不起 对不起 这种镜头就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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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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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今天曾经试着把泰迪骗开 他死活都不肯 你以为你可以控制所有人是吧 你干嘛呀 为什么不去参加婚宴啊 再说了 爸妈不是爱在里面吗 我刚才已经上去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而且沈爱也答应把他们送回家 你就让我快点离开这儿吧 真的 我再多待一秒钟我就会爆炸 飞飞飞 看到我手机吗 没有 穆小呢 穆小在车上 我手机 手机会不会丢在婚礼现场 你找找去吧 我手机你看看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手机吗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妈你拿好你的手机 谢谢谢谢啊 哎哟 哎哟 你干什么 都瞒着我 让你们结婚 让你们结婚 结婚 结婚 我让你们结婚 结婚 结婚 为什么 Multiple 我回시죠 啊 不要 好 哦 说到底 你是不是还是没有告诉泰迪学长事情 可是 你不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吗 也是 既然上了一艘船 就不要再惦记另外一艘船 我哪一艘都不想要 我只想带着梦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飞飞 飞飞 你们看我刚才看看谁了 就那家人乔乔乔乔乔 乔佳颖 救他 疯死了 不停地砸东西 把灯进船火花 也死了满地都是花 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 惹谁都不能惹女人 我果然没看错 这个乔佳颖 根本就没有把神安当做什么哥哥 不当哥哥还能当什么呀 他以前对若男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说啊 这个女人深藏不露 初夏 你以后可要小心了 我小心什么呀 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出戏 我现在算是完美羡慕了 以后谁爱怎么着呢就怎么着呢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幼稚 等着办 现实会给你霜霜无情的一刻 你怎么办事 我让你看着麻烦 你就看出这样的结果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赶快 帮我召开记者招待会 我要对外宣布 这场婚礼无效 可是这个 这是干什么 就是张号 自从总裁和那个莫初夏的婚礼曝光之后 在社会上引起的烦衔很大 现在大家都在盛赛总裁 品格高贵 珍爱无敌 甚至还有好多人主动打电话过来 或者是送鲜花过来 表示他们的祝福 这些全是他们自发来的 董事长你看 这两天总裁的婚礼 几乎占据了所有报纸新闻的头版头条 大受好评啊 具体的统计结果 现在还没有出来 但是据说 连咖啡和茶也一样的销量 都在随着这条新闻的曝光有所增长 我想如果这个时候召开记者招待会的话 会对咱们审视集团不利的 而且如果我现在宣布这门魂数不少 就等于宣布我母子不合 也就相当于割裂了麻烦跟审视 这就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动荡 我做儿子 他的手段 比我做当妈的还要厉害 不知道是可惜还是可悲 那这记者招待会 还开不开了 你先回去吧 好的 你先回去吧 王北领董事长 请问您为什么 没有参加您儿子的婚礼呢 因为当时我人在美国 我也想飞回来 只是因为那时候 我身体不很舒服 您能参与我儿子 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我觉得很遗憾 听说您之前并不是很赞成 两个的交往 所以真的我们村里 才会低调筹备 高调曝光的方式 请问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 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 这是我唯一的儿子 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支持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妈您继续 王美龙委会长 听说孟春夏小姐 请问您提升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像我孩子喜欢 孟春夏小姐 您可还需要 继续往生日记者速发吗 您不行 你不行 暂时先不用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初夏 你先给明星的火 你看他们说 看看你跟沈岸的故事之后 又开始相信爱情啊 什么我跟他的故事啊 编得一个散一个悬 这事儿怎么能闹这么大呢 拜托天上少地下无的沈公子 既然娶了 但你 你说这事儿多火呀 多有看到啊 你什么意思呀 他就天上少地上无 我 我就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 那要不 你想个词告我呗 聪慧 聪慧 初夏 你太幽默了 你 你们俩别看了 烦着呢 这两天梦想压根就不理我 还有 这以后我跟泰迪学长怎么相处呀 这都是小事儿 以后啊 可有你说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怎么有人在骂初夏 说初夏是狐狸精啊 哪个不开眼的呀 是我们家初夏 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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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污辱狐狸精吗 你 我骂他 你把我叫了又不说话 没事我就走了 这些 都是你组抓的提案 是下阶段 你所有工作的内容 我都看过 很不错 尤其是那个新口味咖啡 生产拓放的计划 一定花了很多心血吧 你想怎么样 比赞 我是想咖啡 你都看过了INE